9月29号起就要开放第一波边境松绑政策 我们持续都一直跟这个交通部的公安局 还有民安局还有教育部劳动部都有在讨论 明天我们还会在行政院再开会议 那应该会有一个这个比较具体的决定 所以如果现在我们要跟进香港邻家战事 上次会做得更严格 我想目前我们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打算 不跟进香港快速松绑 毕竟国内疫情还没收尾 26日新增28,513例 境外移入272例 其中56例不幸并没 和上周相比增加了1% 上一周的话是有下降大概3% 那不过下降幅度是比较少 那所以我们推测现在的疫情 是处在这个所谓的高原期 摊开一统计图表看一看 从今年第14周高点57万例 到上一周也就是第38周的27万例 虽说整体趋势环步下降 但感染BA.5个案却已经占了确诊 总数的八成 那不管北中南东大概这个占比是都从大概6成6到8成5之间 所以都已经是居于这个绝对多数的一个情形 所以现在看起来全国的这个BA.5都已经是这个主流病毒株 而且大概都已经占大概是至少三分之二以上 BA.5已经成为国内主流 境外也还有三个新变种窜起虎视眈眈 施打疫苗保护力也成了关键 但根据指挥中心统计截至今年9月为止 政府自购5351万剂 各疫苗品牌中已经有350万剂 大约6.5%过期报销 浪费公堂约12亿元 其中高端报销5亿元居管 撇清浪费疫苗的质疑因为防疫脚步不能停 指挥中心再公布10月1号开始65岁以上长者 以及0到6岁幼儿可以免费领取5G快筛试剂 一般民众实名制快筛购买上线则是提高到每人30G 环宇新闻参与之张晓珠台北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